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见到了好几位老朋友 这些玩具记录着我们的成长 今天的节目我要跟大家介绍另一位老朋友 或者是一群老朋友 让我们先把时间倒回到20年前 在2001年城市与城市隔得很远 我以为这世界上最高级的车就是桑塔哈2000 没去过外面的世界 天安门什么的都只是印在课本上的照片 爸爸妈妈都很忙 爷奶奶还很年轻 每天都在和补习班打交道 生活的速度很慢 最快乐的时光都在放学后 一部动画可以让我们讨论半年 一个玩具可以显摆很久 让我们想到的是 才过了20年生活的速度就有如从走路变成了坐飞机 过得飞快 20年前有一部对我来说相当震撼的动画片 叫做《铁单火车侠》 看过的可以在弹幕里敲个一了 为啥要说相当震撼呢 因为20年前我看过的 坐过的火车都是这样的 而在动画片里 新干陷的列车在铁道上奔驰 就好像是未来的景象 这让我深刻的认识到我的渺小 就很希望长大之后 可以坐一下这些牛逼的火车 当然呢 后来我们都知道 零八年以后 中国的高铁开始运营 如今我们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先进的高铁技术 只要十来个小时就可以从中国的最南端去最北端 每次坐在高铁上我都非常兴奋 小时候看到的火车侠 成真了 OK 大家可以在弹幕里敲爷亲回了 事实上我在刚开箱这些玩具的时候呢 也是满脑子的爷亲回 这里有许多台的天然火车侠 时间过去了这么久 你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这个怪卡包装盒啊 对我来说印象非常的深刻 合着包装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火车侠长啥样 我记得小时候我有一台希望号 是奶奶卖给我的 但其实我最喜欢的火车侠呢 是紫色的窥探号 可惜后来找了很多商店都没有卖的 这台蓝色的火车侠呢 是忍者号 毫无疑问啊 它虽然不是主角 但它是最受欢迎的火车侠了 小时候呢 买它玩具最多了 原型的是日本的南海电铁 现在呢 已经是很多人去日本旅行的必成路线了 这辆车呢 看起来非常的魔幻啊 到现在其实我也很好奇 为啥一个火车要设计成这个样子 这台呢 是希望之光号啊 在动画片里呢 它是一个小宝宝 因为的确 如果时间倒回到火车侠放送的年代呢 这个500系的新干线列车啊 就是它这个原型呢 确实是新出的 还有比方说主角希望号呢 就是这个300系的新干线列车 不过可惜的是啊 在今天的一些玩具收藏里面是没有希望号的 当然呢 今天还有这个反派角色 这台呢 是快速魔兜号 是这些 邪恶黑暗军团的老大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 我这里还有银色魔兜号和这个马虎恶魔号啊 都非常的可爱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惠太郎有一句经典的台词 就是他每次在战败的时候都会喊一句 我一定会回来的 然后其实这句台词呢 是属于这个角色 也就是 我手里拿着这台快速魔兜号 火车侠的死背头 黑暗军团的首领 这应该是一辆幻想出来的这个火车吧 其实现实世界里应该是没有这样的火车的 非常的酷啊 其实 前面还有钻头 哎 不过 这个可能是那种铲血车 这个钻头是用来铲血 然后我现在拆的这个呢 是 马虎恶魔号 这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反派啊 它是这个快速魔兜号的下属 这辆车的车型呢 也非常的经典 它就是一个经典的蒸汽机车 火车侠的玩法呢 自然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变形嘛 变形呢 也是超简单 就这么 一拔 哎 一弹 哎 就完成了变形 什么呢 特别可爱 然后车厢里呢 还藏着对应的武器 在开的时候 一定要用点巧劲 因为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卡锁关键 哎 我怎么看也是觉得这个 G1首号最可爱 插发什么眼睛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 在这个天然火车侠的故事里呢 反派的角色的列车的原型呢 都是这种烧煤的真气机车 而正义的一方呢 都是这个新能源啊 靠电力驱动的电铁 所以说如果说火车侠的故事 发生在现代的话 那么 主角小鹏是一位新能源汽车侠 他和他的朋友特斯拉 未来理想一起捍卫着世界的和平 守护着绿色的地球 与之对立的是 以丰田为主的邪恶汽油车势力 有名黑暗油车军团 新能源汽车侠 与黑暗油车军团战争一触即发 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如果说刚才的火车侠 都不值得你刷一回耶清暉的话 那么这个绝对值得一刷了 嗯 把耶清暉打在弹幕上吧 火车侠基地 哎呀 这个真的是太帅了 在我小的时候 这火车侠基地呢 可是和卡布达巨人一样 可望而不可及的胜物啊 就算是考一百个一百分 大妈也不可能买的 我记得小时候玩具店里 火车侠基地呢就摆在最显眼的地方 每次和爸妈逛街 我都会跑过去观赏一下 然后有一天 他被人买走了 我就特别羡慕买到他的孩子 这得是啥家庭啊 火车侠基地呢 有点高铁站台那个意思啊 它的外观呢 长得又很像这个高达里的战舰 非常的霸气 其实法法呢 很简单 就是这个火车侠的收纳了 把火车侠放在轨道里就可以了 然后呢 他一共是可以收纳五台火车侠 上面两台 然后下面还可以收纳三台 接下来屏住呼吸 我要让你们看到这个火车基地的高帅时刻 注意了啊 注意了啊 看到了吗 只要搬动上面的机关呢 它的轨道就可以像这样展开了 看来真的是太帅了 说实话小时候呢 都是隔着玻璃棍看的 所以呢并不知道还有这个机关 设计师真的是神啦 我觉得没有小孩子 见到这一幕会不心动的 牛逼 然后呢 它上面还有这个台子 它们也可以放 可以把它放在上面去 超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前段时间我辞掉之前的工作开始专注研究做视频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整我的作息 回到了小学时期早晨6点起床晚上10点睡觉的情形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事实证明这样可以有效的缓解我的焦虑 在获得更多工作时间的同时 也不至于把自己累死 这个时代每个年轻人都很贫 贫不下来 我不知道20年前的我会怎么想象现在的世界 OK 这一桌子的火车侠其实不是我的 他们来自一位热心观众叫做Shin 感谢这位朋友 今天分享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短暂的感动 也希望大家可以点赞关注分享我的节目 这里是才不是玩具呢 我是天天 大家下期再见吧 拜拜